从零开始玩植物大战僵尸2 大家好,我是萌新超人 最近终于有点时间打回一只旅的困难模式了 终于凑够了彩色蜗牛币 换出了扭蛋神器 我们来看一下扭蛋神器 哇,好像很好玩的样子 那复兴时代的第17关 超人就来试一下扭蛋神器 在用扭蛋神器之前呢 超人先来种几颗植物 包子菇的大招 把僵尸击败了之后变成了小喷菇 还有一个植物也可以做到 金铝梅女物把僵尸变成了小喷菇 包子菇说 嘿,我可以把僵尸变成大喷菇 有一个巨大的僵尸 飞行器僵尸过来了 火鸡投手丢出来的火鸡 一直在啃他的脚 然后他就掉下来 被暗影草给抓走了 掉落在场上的飞行器也消失了 暗影草还在继续抓僵尸 超人花菜 直接把雕刻家小鬼僵尸变成了我们的 但是为什么你是先变后面的僵尸 再变前面的呀 好的,试一下扭蛋神器吧 出来了三个小球 召唤一群小恶狸向前冲锋 我的天哪 这个场面太搞笑了 这是招出来了多少的恶狸啊 给超能花菜一颗能量斗 哎呀,僵尸被弹飞了 原来超能花菜的大招是这样的呀 那他的大招可以弹飞十阶的僵尸吗 火鸡一直在啃着雕像 雕像是僵尸一出来就变成了小喷菇 超能花菜再用一个大招又弹飞了一堆的僵尸 这要是能把场外的僵尸一起弹飞该多好啊 天上飞的飞行器僵尸可以被弹飞吗 哇,真的可以弹飞耶 飞行器僵尸既然是在天上飞的 那么应该也可以用山野草吹掉吧 给火鸡投手开一个能量斗大招 哇,一堆的大火鸡冲出来了 金铝美女巫的大招把僵尸变成了小喷菇大喷菇 而且大喷菇还直接开出了大招 场上这一大片的区域都是条香式僵尸丢出来的毒物 山野草吹吧 哎呀,只能把飞行器给吹掉 但是飞行器僵尸没有被吹走啊 那么剩下的飞行器僵尸就交给我的僵尸们吧 打不过没事,超能花菜补上一击 成功的过关了呀 一下 一起放缴 romance